西區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東區就如預料一樣 就是強者則強弱者很弱 所以呢很快的東區就已經分出了蠻多的勝負 有的就是40 那有人跟我講說你不是說公路要怎麼樣怎麼樣 不對啊我說公路跟魔術是打5場啊 現在大概是12還是13了吧 所以我認為公路差不多 在這個對戰系列大概就是14結束 所以在東區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西區呢 就是真的在挑戰我的耐心了 因為 西區現在目前為止 這些球隊很不配合 讓我得喝一口水因為 講到西區我就要口乾舌燥了 火箭隊你們在幹什麼 明明是可以收尾的比賽 你們 收不了尾 更重要的是呢 Mill Russell Westbrook 現在我認為 黃金交叉點 差不多已經要到了 我之前所說的 如果 是 5-6場比賽結束的話 4-5場比賽結束 那火箭可能就會贏 可是現在已經打到2-2平手的一個情況了雷霆 所以雷霆在最近呢 開始接受了火箭在全場給予的壓力 因為火箭的小陣容 在過去這個 C0 game裡面 常常造成對方 大量的失誤 幾乎都是20幾次起跳 可是火箭自己的籃板輸得一塌糊塗 到了季後賽 籃板 他們開始更努力的 而且更專注的在抓 所以兩隊的籃板呢 雖然雷霆隊還是佔了一點優勢 可是並不是特別的明確 但是在失誤方面的雷霆隊就開始 守住自己失誤的比例了 那打完第4戰呢 火箭114比117輸給雷霆 我認為現在已經是雷霆要開始 逆轉火箭隊的一個狀況 可是火箭隊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在這個對戰系列裡面呢 大概 就是用6到8個人左右 而且呢 他的第7人第8人 McLamore跟Austin River用的極少 我非常的意外 因為以現在目前為止他們的這個陣容的話 他應該是要用很多小型可以投3分的人 那當然Jeff Green一定是大量的上場 因為這種6尺8 6尺9 可以投外線可以守到裡面可以守到外面的人對火箭隊 大概就是三個人而已 所以這三個人一定都是要上超過32分到35分鐘左右的 可是 當火箭隊現在全員開始命中率都算是不錯 大量的投三分 而且三分球命中在上一戰高達39.7% 他仍然輸了比賽 那問題的確就開始出現了 我說過了除非Russell Westbrook回來 改變這個比賽的Dynamics 他的 這個裡面的一些元素 要不然雷霆可能在第6場 搞不好可以連2勝 搞不好連4勝收尾火箭 那都有可能性 所以 接下來火箭要怎麼打呢 當然 最簡單的就是 Russell Westbrook回來讓他多一個可用之兵 那要把比賽的節奏打得更快 可是 在最近雷霆隊的攻擊面呢 里應外合 有Adams 然後 Chris Paul開始掌握兵符 更重要的是在板凳區裡面 Dennis Schroeder呢 非常的難纏 在第4戰為一個指標來看好了 雖然在禁區的得分 雷霆大概 只贏了大概12分左右 可是 攻打禁區的副產品是什麼 製造犯規 火箭一向製造犯規非常厲害的球隊 可是在這一戰裡面 只有10次的犯規製造 站上罰球線10次而已 那因為他們投了51次的三分球 那反觀雷霆這邊呢 不但攻打禁區之外 他還站上罰球線28次 所以光是在罰球上面呢 22比9 所以這個對戰系的我認為這樣子的數字跟這樣子罰球 攻擊進去的比率 會一直的維持下去 除了火箭在下一戰裡面呢 他的三分投射開始降低 攻擊籃框次數開始升加 要不然呢 Intentoni 這種調度的手法 打到第7戰 我認為火箭隊真的是 可能 要輸球 接下來我們要講兩個對戰組合目前為止呢 是我跌破眼鏡的 第一個就是丹佛金塊隊 金塊隊的防守在幹什麼 讓一個 沒有了Badolovic的球隊 幾乎長場125分以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 金塊隊的防守 不是應該最近這幾年是進步的嗎 可是 到了季後賽 看起來他們是完全沒有做好準備 所以呢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在 Seeding Games 在熱身賽的時候 金塊隊 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好像 一些緊張的氣氛 沒有一些 認為說我下一場比賽必定要贏 所以 Gary Harris到目前為止 還有這個 Will Barton 還是沒有打 沒有了兩個後場的球員呢 再加上 雖然 Jamal Murray很厲害 可是 他的攻擊次數 超多的 也吃掉了其他球員的攻擊次數 而且我覺得現在 Mike Malone已經開始有點慌了 因為在上一戰裡面呢 你會看到 大量的 離譜的 Jamal Murray 個人的單打獨鬥 有的時候搭配一下 可是 其他周邊的球員 一個人都碰不到球 他別的人不能攻嗎 當然可以 像Jeremy Grant 像Paul Millsap 或者是Michael Porter Jr 他們每一個都可以攻 可是在整個下半場的 上一場比賽裡面呢 這三個人基本上是 未持球 只有進攻籃板 他們的存在感太低了 那更重要的一環呢 是Mike Malone完全沒有任何應對策略的 就是Rudy Gobert 來跟 Donovan Mitchell的Pick and Roll 因為 幾個重要的元素 讓優他爵士隊再一次呢 提升了自己的戰力 特別是在第一第二戰呢 Mike Conley Jr沒有打 在第三戰一開始 27分 而且三分球之準 到了第四戰一模一樣 因為 Donovan Mitchell跟 這個Rudy Gobert Pick and Roll Mike Conley Jr 都埋伏在同一邊 所以如果有人過來幫忙他丟同邊 三分球 命中率極高 那另外呢 就是在這個Pick and Roll擋拆的過程當中呢 Nikola Jokic 一直就待在罰球線以下 那這個就造就了Donovan Mitchell一直投中距離 他的中距離是穩定 不可思議的穩定 在第四戰裡面 防守 雖然Jokic 本身的側硬能力攻擊能力強 可是 他的左右活動力太慢 沒有辦法執行Pick and Roll防守 我認為是這個對戰系列大家一直意料不到的 更重要的一點是 Mike Malone 對這樣子攻擊的策略 現在是 束手無策 沒有任何的改變的想法 也沒有呢 把一個人放在後面 讓Nikola Jokic往上推 完全沒有任何的更改 所以如果金塊隊呢 沒有任何的防守上面更改的策略的話呢 那搞不好猶他爵士隊真的要翻盤 那最後我要講 就是親愛的洛杉磯虎人隊 你們終於開始醒了 在這個對戰系列我之前講說 拓荒者有可能贏球 可是拓荒者贏球的前提是什麼 就是這個本來在本球季一直有人受傷的球隊 可以有完全的陣容來應戰 可是 現在Zack Collins又掛了 所以Zack Collins不能出賽的情況之下呢 你會看到在第三戰的時候 就是完全Nikola Jokic打到最後 沒有任何的體力 他連球都接不住 而導致拓荒者呢 在保守的調度 沒有Hissam Weissler在第四節來輪替 這個Nikola Jokic的情況之下呢 讓拓荒者輸了第三戰 那到第四戰以後 更是一塌糊塗 因為一開局的時候呢 拓荒者完全找不到任何的準心 那再上前一場比賽呢 Damian Lutter 還有C.J. McCaul 都又打了四十幾分鐘以上 所以整體的球隊是非常的疲勞了 那反觀胡人隊呢 在上一戰裡面三分球命中率 36% 在這一戰裡面 他們的三分球更是可怕 光是三分線 上半場就投進了11顆 弄得拓荒者是完全追不上 而且 又在上半場攻了80分的分數 拓荒者本來在這個 副賽以後 他的防守就是 一直 非常差勁的 對方的得分 他的十分一直都是很高的 可是 今天的胡人 我們常常講過 Lebron James 永遠都是那個 可能沒有低潮的人 Anthony Davis 另外一個指標 也大概就是28 15籃板這樣子的數字 所以 真的讓胡人隊輸球的是什麼 其他的人防守異性藍三 還有其他人三分球投不進 那今天三分球投進了 防守沒有異性藍三了 完全就是壓垮了拓荒者 從頭到尾 大概就是維持個二三十分的領先 最後贏得比賽的勝利 所以 這個對戰系列 我的前提是 我認為拓荒者可能會贏 可是 拓荒者要完全的陣容來比賽 他才有機會贏得比賽的勝利 那以拓荒者今年的運氣來看 一開季 Zack Collins肩膀脫久 然後呢 這個 Rodney Hood打得不錯 然後Rodney Hood又受傷 然後誰打得好 誰受傷的情況之下呢 來到了泡泡裡面 Trevor Reza 又因為有監護權的問題 不來參加 所以 讓整個拓荒者的陣容 已經往下調一格了 現在呢 Zack Collins又受傷 我認為這個對戰系列 勢氣高昂的胡人 以及看起來 沒有笑容的 LeBron 應該是已經把球隊的氣氛 炒到季後賽的一個氛圍 那如果季後賽的氛圍的胡人 可是要這樣子打球的話呢 今年西區的冠軍 那仍然會是洛杉磯胡人隊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西區目前為止的看法 那另外你可能會問我啊 快艇怎麼辦 快艇 快艇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連沒有Prasengas的獨行俠 還有腳踝已經扭傷的Dontich 都贏不了比賽 Paul George 有人建議你到海外去打球 我當然是不可能建議你去海外打球 我覺得那都是 騙人的那都是在開玩笑的 可是 如果你不醒一醒的話 就像我之前所說的 進入泡泡兩個 三個 最 異性藍三的球隊 一個是金塊 一個就是你 所以目前為止呢 這種異性藍三的心態 以及沒有把負賽看得非常嚴重跟 Series 這樣子的一種狀況 讓你們現在正在付出慘痛的代價